现在刚好秋天,又到了一年中流感高发的时段 加上一波一波的疫情 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日常必备了 不然常发身体不适,影响生活 今天我刚好读到了哈佛医学院权威公布的五步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非常简单实用 今天分享给大家,赶紧收藏安排起来 让身体数字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多吃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名以食为天嘛 哈佛医学院特别指出了富含益生菌的食物,比如酸奶 以及富含益生源的大蒜、洋葱、芦笋 能通过调节我们肠道中的威生菌来提升免疫功能 尤其是大蒜,尤其是大蒜含有大蒜树,能抑制普通的感冒病毒 同等重要的是我们要补充这六个免疫力关键的营养元素 鲜、锡、维C、维D、铁和蛋白质 第二,控制压力 因为压力荷尔蒙皮脂醇会直接抑制免疫细胞的作用 还吹老 但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怎么办呢? 哈佛给出了一个减压清单 包括冥想、运动、发展、一项爱好、群术和正念复习法 由于我有17年的瑜伽教学经验 也有国际的冥想瑜伽教师执照 所以接下来会做一期专门的冥想及正念复习法 大家可以关注 第三,保持每晚7到9个小时的规律睡眠 免疫系统要在生睡眠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生睡眠就是生产的排毒和生产的消复 关于睡眠呢 在斯坦福大学读云药学的时候 我有在斯坦福大学的睡眠学院助研 所以呢,也可以专门出一期 关于怎样子 让你有个好睡眠的方法 大家记得关注哦 睡眠呢,是最一劳涌获的一个方式 因为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 如果好好运用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想想会有多大的一个人生正量的提升 以及免疫力的提升 第四,每周三次30分钟以上的锻炼 锻炼呢,是人生极少数 只要你付出,就绝对有回报的事儿 它不像感情工作那样不可控 基本上我自己,我每周二和周四呢,跳水 所以会有很多的 大概是一个小时15分钟的跳水 我在diving team 然后每周五呢 我会,我是足球队,我是校足球队的成员 所以呢,我都 头像就是我们足球队的女队的成员 所以呢,打球 我就每周至少有三天 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 所以保持了现在的活力 第五 不生病的关键就是 彻底斩断 穿养源 这就涉及到这一波一波 疫情的一些习惯 勤洗手之外 手机是个很大的传染源 疫情期间每天都用 酒精消毒一下手机 免疫力的强大呢 不是一时的突击 而是每天的习惯累积出来的 我是Life Coach CG 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